一口口蹄塘 羊瓜下閃閃發亮的是一口口蹄塘 桃園它有千堂之鄉的美名 經過三百多年來 城市發展 每個蹄塘都有它的故事 跟在地居民的情感 蹄塘的桌以前是灌溉 對以前是灌溉 現在變成就是說 這個給人家休閒 有魚啦 有這個什麼 這個已經十幾年了 來這邊 還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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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更好 還有人多 非常的好 蹄塘在桃園城市開發歷史上 最多實習達到上萬口 它是滋養這塊台地上的 重要水脈 這本桃園市水務局出版的書籍 內文字字述說桃園蹄塘的前世今生 《關堂 堂關》 這一本書 桃園被稱之為千堂之鄉 主要就是說其實桃園的地形很特殊 它是東邊高 西邊低 所以它的河川一般都是非常的湍急 那仙明來台這邊之後 他希望把水能夠留在這個大地上 高的地方的話 那就做了挖地 然後做成一個皮 那比較低的地方 我們就築成糖 鮮明在桃園台地修竹皮塘 蓄水灌溉 但水多水少還是得看老天 日治時期建築桃園大鎮 以大暗吸水解決部分用水問題 直到石門水庫蓋好 皮塘的功能被取代 使得很多皮塘就此荒廢 被田坪蓋成水泥叢林 幸好近二十多年來環保意識興起 桃園市政府努力保護這些重要濕地 並且賦予皮塘的新生命 整個都市化的發展 變成這些皮塘的話 就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面臨的一個就是 如何把這個皮塘保留下來 未來我們是希望這個皮塘 能夠再走向就是說 跟地方創生來做結合 換句話說是把皮塘當作是一個地景 把人跟產業再導引到這個皮塘周邊 其實這裡沒有人嘛 後來整理的現在規畫得很好 人家來這裡導覽的話 人家說我們那邊 都沒有像你們這裡的公園那麼 一座座皮塘隨著世代眼鏡 不僅成為了市民休憩的地方 同時也能成為重要的環境教育場域 有一那個白露絲在裡面 對 他的腳很細長 我們上次有教過白露絲的堂詩 對不對 這個皮塘公園也提供了非常寬廣 而且舒適的一個生態環境 所以我們常常會到這邊帶孩子來這裡做 戶外教學的活動 好來 小朋友 皮塘有什麼東西可以把它畫下來好不好 現在做這種皮塘公園的原則 事實上有很多生態的思考 比如說它原本的植栽 我們是保留的 甚至我們會種一些能夠招來鳥類 招來蝴蝶 招來昆蟲的一些植物 有些時候原生的魚種也會盡量放進去 保持那個生物多樣性